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我们要聊聊几件大事 首先印度国大党的海外负责人萨姆·皮特罗达 因其关于印度种族多样性的言论引发争议而辞职 接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匈牙利 受到了匈牙利总统塔玛什·苏约克的隆重欢迎 两国预计将讨论中国对匈牙利基础设施 能源和电动汽车制造领域的投资 最后尽管面临通胀和激烈竞争的挑战 尼桑汽车对其本财年的运营利润持乐观态度 预计将实现5.5%的增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近期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一系列的事件展示了政治领袖和公众人物的言论及行动 对于跨国关系的影响 从印度国民大会海外主席的辞职 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访问 这些事件凸显了种族外交政策和国际合作的复杂性 The Independent 套导印度国民大会的海外主席 Sepp Trude 因为在一次采访中对印度的种族多样性 发表了争议性言论而被迫辞职 Sepp Trude提到印度的多样性如此之大 以至于不同地区的人们 看起来像中国人 阿拉伯人 白人和非洲人 这番言论遭到了包括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内的多方批评 他们指责P Trude展现了一种分裂的心态 作为前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的顾问 县区芝加哥的这一言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与此同时 Yahoo US S Party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匈牙利 受到了匈牙利总统塔玛斯·苏约克的浓重欢迎 此次访问期间 两国预计将讨论中国在匈牙利基础设施 能源和电动车制造领域的潜在投资 匈牙利正在积极引进中国电动车电池厂 并致力于成为全球电池制造的中心 此外 匈牙利还进行了一个铁路项目 旨在将其与中国控制的希腊里雷埃夫斯港连接 作为中国商品进入中东欧的门户 另一方面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提到 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 习近平选择不访问1999年北约轰炸的中国前使馆遗址 这一举动被解读为 避免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激化紧张关系的精算之举 这一形成的遗漏令许多人感到意外 因为习近平在2016年首次对塞尔维亚 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参观该遗址 当北约于1999年5月7日攻击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时 造成三名中国记者死亡 这一事件导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重大危机 这些事件展示了在全球化的今天 国际间的互动和沟通变得越来越复杂 从个人言论到国家间的外交政策 每一个举动都可能对国际形象和跨国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随着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相互依赖 寻求共赢的合作模式和建立互信变得尤为重要 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国际经济动向中 中国和匈牙利的合作关系尤其引人瞩目 根据多伦多星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匈牙利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这次访问预计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在匈牙利的投资 涵盖基础设施 能源以及电动汽车制造的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 早在2018年12月 匈牙利就宣布中国的比亚迪公司将在该国开设 其在欧洲的首家电动车生产工厂 匈牙利还在积极发展几个中国电动车电池厂项目 目标是成为全球锂离子电池制造的输赢 此外 匈牙利还在开发一个铁路项目 旨在将该国与中国控制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连接起来 这些举措无疑将进一步加深中雄之间的经济合作 而在汽车行业的另一端《环球邮报》报道了日产汽车 对其年度利润的乐观预期 尽管面临通胀和激烈竞争的持续挑战 日产仍预计本财年的营业利润将比分析师预期的高出五 百分之五全球销量的增加 在中国市场的车辆销售增长将只是微小的 这凸显了其在全球最大汽车市场中面临的困难 尽管如此 日产依然既往于百英伪市场的强劲增长来提升其业绩 在能源领域 《环球邮报》同样报道了油价的上涨情况 由于美国原油库存的下降以及中国进口的增加 优价在周四出现了上涨 具体来说 美国的原油库存上周下降了140万桶 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 同时列油厂的活动增加了307零桶日 此外中国四月份的原油进口同比增长了5.45% 尽管对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停火的希望限制了油价的进一步上涨 但这些数据仍然显示出全球能源市场的活跃度 这些报道反映了当前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几个重要趋势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无论是通过直接的投资还是通过其在能源市场中的作用 汽车行业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转型的挑战 不仅要应对市场竞争还要适应电动车时代的到来 能源市场则在全球政治经济动态的影响下波动 反映出供需关系的变化 这些动态共同构成了当下国际经济的复杂图景 各国和企业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将决定驻未来几年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 在香港一首名为光荣与香港的抗议歌曲 最近被法院禁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据南华早报报道 这首歌曲成为了2019年抗议活动的非官方国歌 其中包含的口号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被当局认为具有分裂国家的含义 法院下令禁止广播演出印刷出版销售分发展示或复制这首歌曲 目的是为了防止煽动分裂或侮辱中国国国歌 这一决定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很多人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而官方则认为这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政府正努力振兴国内寓意低迷的房地产市场 据雅虎美国报道 中国的两个大城市杭州和西安已经取消了剩余的购房限制 加入了成都和长沙等城市的行列 这些措施旨在激励潜在购房者重返市场 尽管经济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 中国政府担心不断下滑的房地产市场 将对国家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取消购房限制是否能够有效吸引购房者 还有待市场的进一步验证 另一方面 香港的文化生活即将迎来一次法事风情的盛宴 南华早报一场名为崇拜的身体的展览 将于6月在香港西九文化区开幕 展出超过300件来自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法国时尚 珠宝和配饰晶品 这次展览是庆祝中国和法国建交6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也是法国装饰艺术博物馆 马西德纳斯蒂克尔埃利斯亚州首展 从6月26日到16日到10月14日 观众将有机会议挥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国时尚潮流 体验不同于现代的古典魅力 从光荣与香港的进场 到中国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调控 再到香港即将举办的法国时尚展览 这些事件反映了当前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 每一个领域都在经历着变革和挑战 在这个多变的时代 人们更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 尝试理解和接纳不同的观点和文化 以便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在全球化的今天 国际间的互动愈加频繁 但这也伴随着一些隐忧和挑战 从加拿大政府设立外国代理员登记制度 到香港退休证券公司经理被骗走1800万港元 再到英国脱欧后 成千上万的购物者转向巴黎米兰和马德里 这些事件不仅揭示了国际互动的复杂性 也凸显了在这个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和机遇 根据The Globe and Mail的报道 加拿大政府终于推出了一项立法 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 这是对近年来对于外国干预活动 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关切的回应 这项制度要求外国政府的代理人进行登记 并对那些未能遵守规定的人施加刑事处罚 然而批评者指责政府对此问题的行动迟缓 该立法提案自首次提出已超过三年 政府估计一旦法案成为法律 建立登记制度将需要一年的时间 而在香港一位退休的证券公司经理 就遭遇了诈骗的不幸 据《Tiny Morning Post》报道 一个自称是中国大陆警察的男子 通过电话向他声称他涉嫌一起诈骗案 并要求他将资金转入指定的银行账户 并不以供调查之用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 这位女士分二十多次将资金转入五个银行账户 总计达到1800万港元 当她要求退回资金时 那位警察已经联系不上 香港警方将此案列为以欺诈手段取得财产 并正试图追踪这些资金的去向 另一方面 英国脱后的税收政策变动 也对国际购物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的另一篇报道指出 由于英国决定在脱欧后取消免税购物的优惠 原本前往英国免税购物的成千上万的游客 现在改道前往巴黎、米兰和马德里等地 数据显示 2019年有16.2万名来自欧盟以外的游客 在英国专门寻求增值税退税 而现在有五分之一的人 转而在其他欧盟国家申请退税 其中法国和意大利成为主要受益者 吸引了超过三分之二的这些旅客 而西班牙的零售业也因此受益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国际互动的多面积 也提醒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 需要更加挤振和智慧 无论是加强对外国干预的监管 还是提高对跨国诈骗的警惕 亦或是适应全球政策变动带来的新机遇 都是当今世界各国和个人需要面对的挑战 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到全球货币的角力 再到科技巨头的跨国扩张 每一个事件都在塑造住我们的未来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事件 看看他们如何影响住全球经济的版图 首先我们来到了中国 中国一个正在经历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国家 据雅虎美国报道 为了振兴这一萧条的市场 中国政府加大了努力 特别是在杭州和西安这两个大城市 他们已经取消了剩余的购房限制 这些城市加入了成都和长沙的行业 后者在过去一个月也已经取消了购房限制 中国政府担心房地产行业的低迷 将成为国家经济的一大负担 但经济学家们对于取消限制 是否能鼓励购房者重返市场是怀疑态度 记住我们转向南华早报的报道 探讨了美元强势对亚洲的影响 尤其是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的情况下 尽管日本银行的干预日元仍显示出弱势 这凸显了利率差异对货币市场的影响 由于美国的利率远高于日本 投资于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变得更加吸引人 这为亚洲货币带来了压力 低借贷成本的亚洲经济体 如马来西亚和泰国 在进行融资交易时感受到了压力 美元的强势还加剧了北京在对抗经济衰退 维持金融稳定和贸易紧张局势方面的矛盾优先顺序 最后我们来到了南华早报 关于TikTok扩张电商业务的报道 TikTok计划将其电商业务扩展到墨西哥和主要的西欧市场 包括法国 德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 同时该平台在美国和欧盟面临审查 该公司已邀请这些国家的商家参加TikTok Shop功能的测试版 预计这个夏天正式推出 TikTok Shop功能使用者可以直接在平台上购买商体 这次扩张将使TikTok Shop的全球市场范围扩大到13个 即2021年在英国和印尼推出 以及2022年在东南亚推出之后 透过这些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经济是如何在多个层面上相互作用和影响的 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振兴策略到美元强势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再到TikTok和在全球电商领域的扩张 每一个动作都在为全球经济的未来绘制住新的轮廓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了解这些趋势和变化对于预测未来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印度呼吁亲中国的马尔代夫缓和紧张关系 并改善两国间的紧张关系 在马尔代夫新任亲中国总统穆罕·穆罕·穆罕·德 穆伊祖设定的最后期限前一天 印度和马尔代夫的外交部长在新德里会面 穆伊祖要求印度从这个群岛国家撤回数十名士兵 印度和中国作为区域大国 在马尔代夫这个位于印度洋战略位置上的国家争夺影响力 穆伊祖的当选加剧了两国的竞争 他采取了亲中国的立场 并采取行动移除驻扎在马尔代夫某个小岛上的印度军队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大规法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